今天的觀念是 嘗嘗 新到達一位 開啟 其實這是從剛開始 所以看到這邊 我想我們已經非常確定了 很接受 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為各位試的是這款Lexus NX200 沒有T喔,就200喔,也沒有H喔 這個是17年NX小改款的車型 那這個小改款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當然是車頭除了大燈和寶桿的造型不一樣之外 就是連板件也是有所更動的 讓這個車頭看起來呢,比先前的NX 看起來當然就是Toyota最近品牌常走的 就是更侵略性、更運動化、更視覺的下壓感 大概這個頭燈跟寶桿跟板件 尤其是左右葉子板,這個非常的明顯 那麼車尾的部分主要就是尾燈 尾燈的造型更突出 然後呢更往內縮 當然這對於尤其是後箱門的這個板件也會有所更動啦 那造型反正就是更加侵略、更加這個modern的一個感覺 好,那內裝的部分呢 就是增加了這個更大尺寸的螢幕喔 達到一個8吋 8吋的一個螢幕 然後呢這個內裝的部分呢 真皮包覆的程度喔 就更多一些 那在這個電動窗的這個開關喔 這個地方是明顯看得到不一樣喔 這個開關呢 在邊邊的地方 增加了一個金屬 因為這個其實是勾起來 跟推嘛 對不對,一上一下 那麼其實手指跟它接觸面最多 就是那一個角角邊緣的地方 而那個地方呢 其實第一個 很可能會掉漆啦 很可能會掉漆 因為接觸面很尖銳嘛 所以那地方增加金屬 除了說好看 質感好之外 就是在耐用性上也會有幫助 好,那其實NX呢 我剛一開頭特別強調說 沒有T 沒有H 這跟之前大家的印象不太一樣喔 就是呢 本來這個 Lexus這個油電車 是它的主力嘛 但是後來因為 貨物稅的這個規定改變之後呢 讓他們開始推了其他的動力源 那麼這個動力源 當時推出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 市場上的主流喔 其實以這個渦輪增壓 進口車幾乎都是全面渦輪增壓化 所以當時Lexus呢 也不能免俗的 就推出了所謂的200T 包括RX 包括NX 都用了這個200T 這一個所謂雙渦流渦輪增壓的這個引擎 那 時間過了一段這個幾年之後呢 當然市場上也各種反應出來 包括渦輪增壓引擎 它的這個輸出的曲線 是否是舒適的 包括呢 渦輪增壓引擎的耐用度 是否呢 有這個NA的引擎來得好 諸多的一些這個 你說煩也好 或者說 疑問也好 也陸續的出現在市場上 所以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Lexus的 ES ES200 當時就出過一個 自然進氣引擎的車款 那當時那個引擎是 所謂的阿金森奧圖雙循環 然後呢 缸內缸外雙噴射 是一個很特殊的引擎 那馬力也達到 以NA來講 算很不錯的 達到168匹馬力 那今天這一部 NX200呢 其實這一部車 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會注意到它是NA的 它也是呢 有點反主流 用NA的引擎 然後再來呢 它這個NA呢 看照面數字是150匹馬力 19點多公斤米 也就是說呢 應該並不是跟當時 ES上面那一顆 看起來很高科技的 就是 缸內缸外雙噴射 奧圖阿金森雙循環 的那一顆呢 這個高效 NA自然進氣 引擎 好像不是那一顆 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 就是現在 為什麼 Lexus呢 要在台灣 這個進口車幾乎 一面 一面倒的 渦輪化的這個市場裡面 又再度的推出一個NA版 那我想有幾個理由啦 第一個理由就是說 到底NA引擎 尤其是 對於習慣開國產車 第一次要跳上來 升級進口SUV的車主來講 其實NA 還是他們最熟悉的一個動力源 在保養 在這個保養維修 油耗各方面 大家比較不用花太多精神去理解 或是說去適應 那第二個呢 也因為NA 因為NA呢 它相形 這個機械部分 比較簡單 那也在產品區隔的情況之下 使得NA款的 NA款的車子呢 售價相對比較平靜 相對比較平易近人 所以 也是一樣啦 我剛才講的 針對呢 習慣開國產車的SUV的車主 第一次要升級 進口SUV的時候 因為它NA了 你覺得 比較熟悉 那因為NA了 它價格比較親民 這樣的話呢 我想對市場上 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好 那這個具有殺傷力 是不是要付出一些代價 那首先我們看 以這個200 NX200來講 它跟它同樣 車系的 比如說300H來比的話呢 第一個 頭燈 就比較簡單 它就直接魚眼 頭色式的一個 單一LED 那有自動遠近燈切換 但是並不是像 比較高階的是有所謂的 這個遮蔽系統 這個Bibing LED遮蔽系統 它沒有那個東西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呢 它這個車內 車內的這個 一般比較熟悉的 我們說LSS Plus 這部分呢 反而是不減反增 就是之前的LSS Plus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 真正會讓車子 自動殺停的這個裝置 但是呢 NX200倒是全配 包括呢 這個主動式的巡航 依照前方的這個 車速呢 來做增減 那也包括了呢 這個車道偏離的警告 以及自動 做些微的修正 然後第三樣 就是之前的 有所謂的前方碰撞 預警 只是警告 警告的時候呢 然後呢 再自動的續壓 增加煞車的力道 但是 你還是要自己踩 但是呢 在這個E7小改款的 NX呢 它這LSS Plus呢 已經是標配了 在預警之後 如果 車主依然沒有做出 踩它煞車的動作的話呢 它會自動 自動踩下煞車 來做這一個 輔助煞停的動作 會讓車子自動煞停 這倒是一個SS LSS Plus呢 增列的一個 所謂的 主動安全裝備 那反倒是呢 在這個 NX NX200 這個車型裡面呢 它反而把一些 我們覺得 比較低階的 一些主動安全 比如說 BSM 就是後方 側面 後方的這個 來車警示 一般會在A柱啊 或者是 外面的這個 後照鏡上嗎 多一個這個 黃燈或紅燈警告 那個東西反而取消了 那在車內的部分 比較明顯的 就是這個 雖然說 螢幕已經擴大成 8吋螢幕 但是這個200 它沒有導航 沒有導航機 然後呢 也沒有 360度的一個 AR的 實景環繞攝影 也沒有 只有倒車攝影 但是呢 它的前保 包括前方 包括兩側 還是有這個 側距雷達 當有這個 近距離物體接近的時候呢 依然會發出警示聲啦 這個是有的 好 在動態方面的表現 其實這個NX 就是尺碼呢 其實是剛剛好 再大一點呢 像RX呢 又太大了一點 再小呢 你又覺得太小 這個大小其實是剛剛好 不過呢 到底是一個 屬於比較高聳的車身 你底盤呢 要用怎麼樣的方式呢 能夠讓它 在舒適跟性能達到均衡 其實不是很容易 但是呢 這個NX呢 它是前脈 花城後多連桿 其實開起來 沉穩度是夠的 我們先在這個山區 試一下它過彎的 極限值好了 好 那當然 這個車子如果說你用 Normal或者Economy的話 開起來是非常軟 來弄個Sport 看差別大不大好了 好 Sport呢 包括油門的反應 包括變速箱的換檔時機 都會隨之改變 那麼這個是 八速手自排 有換檔撥片 你在彎中呢 如果說你要 固定在你選擇檔位 打到M M的時候呢 你撥這個 換檔撥片 它就會呢 除非你超轉 要不然就會 厚在你目前的 這個檔位 好 前面一個90度彎 減速過 好 它呈現的是一個 蠻中性的轉向 因為前驅車 一般來講 就是能做到中性 就不容易了 就不容易了 那我們現在因為上坡 所以你感覺到 其實 即使說 轉速拉到一個高轉 好 現在是一檔 到6000轉呢 它就進檔了 其實正巧 前兩天我才在試 Artist的 他們同集團 ToyotaArtist的1.8 就是X版 其實感覺起來呢 那一個1.8一樣是NA自然進氣 VVTi 感覺那個引擎的 轉速拉伸還比較輕快一點 而且呢 強迫進檔區域 是超過6000轉的 所以從某角度來看的話呢 其實這個NX200 當然它車身比較大 比較重 比較高 那在調教上呢 我覺得可能也會讓它傾向於比較溫和 所以其實我現在來這個山路呢 用這種相對比較快的速度來過彎 對這個車子來講 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我想會開這一種車子 這個NX200 這種小修旅 到山路還在每個彎 想試它極限值 我想 這個 也是有點 原木求魚 也不符合消費的特性 所以由這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呢 這個NX 它在這個 這個極具的產品 幾乎都渦輪化的情況之下 它依然出了一個 這個 自然進氣的版本 我想還是回到我剛才前面說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了 讓這個車的取得 跟後續的持有成本 相對都會降低 降低之後呢 讓它對市場造成殺傷力 我想這個是NX 我們現在趕快看一下這個內裝 其實這個NX 它的內裝的部分 內裝的部分呢 其實看起來是非常的精緻 跟高檔的 你不會覺得說它有那一種 Entry Level的感覺 包括你看這個中控台 雙料 雙質料 的一個像這個真皮包覆 而且這個車縫線 當然是真的 這種品牌 它不會用這個假縫線 真縫線 然後呢 這一些 這個飾板 這個飾板的烤漆 都烤得非常的漂亮 好 那麼 這個空調的按鈕 也很特別 這個呢 撥起來方便性很好 其實我切記就是在行車的時候呢 你這些操作按鍵很難按 我認為那個是最不好的 它這個呢 很方便 而且呢 這個按鈕的質感 金屬感不錯 感覺質感也很好 但是唯有呢 我剛才發現說 這一台空調按鈕 它這個 on跟off 它是這個LED 亮綠燈 這個綠燈 在一個日照比較強的時候 我想跟它這個 控制面板比較平的 這個應該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辨識度 尤其戴著這個墨鏡的時候呢 這個亮或沒有亮 似乎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如果那個時候的話 可能就要依賴 這個8吋的螢幕了 好 然後再往下看到這個 雙座 是有這個加熱座椅的 三段控制 這沒有問題 好 那下面這一塊面板的話呢 這個排檔桿喔 這個鋸齒狀 當然有人會講說 哎呀 現在怎麼 既然高級品牌 為什麼不做這個現傳呢 其實這個鋸齒狀喔 它是有一個安全的理由 讓你比較不容易誤觸了 這個也不能說完全是跟不上潮流 那再來就是這個左邊這一塊 ECO Normal 跟Sport這個選項 好 那再往下就是 左側是一個自動請閉裝置 那這個自動起閉呢 其實Lexus當然是蠻特別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自動起閉 起火 再發動 那個抖一下喔 其實很多就算高級的進口車喔 那抖一下依然是很明顯 但是呢 Lexus在這個部分一直都做得很好 它就讓呢 熄火的那個 氣缸剛好停在 待會要再繼續啟動的時候呢 的最終點火缸 讓它呢 啟動的時候震動感 降到最低 而不會說會有一段空的行程 好 所以這個是不錯的 好 再來是一個這個 自動防滑系統 這TRC的一個開關 好 電子防滑系統的開關 然後呢 再來就是 這個電子手煞車 它這個電子手煞車呢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呢 它的煞車卡鉗 它上面呢 就有馬達的機構在上面 而不是像有一些電子手煞車式 它透過攬繩 由四伏馬達去拉動攬繩 攬繩去拉這個 這個電子手煞車的卡鉗 而是直接做在卡鉗上 這個在維修上呢 是比較有便利性的 那後方這個很大片的一個 這應該是觸控的面板 其實我個人 我用 不是很習慣這個東西啦 雖然它做得很漂亮 我覺得尤其在 車子在跑的時候 如果有一顆懸有去推的話 我是覺得操控上會方便一點 那我們今天試的這一款呢 這個 它的多媒體啊 收音機啊 電話啊 空調 資訊都有 但是呢 唯獨缺的導航 這是蠻可惜的 好 那這個 扶手 後面呢 這是一個讓女性車主很開心的 化妝鏡 這個也是之前這個 NX就已經有的 好 再來就是 有一個地方 讓我覺得很不解的 就是說 這裡怎麼會有一顆螺絲外露呢 這個真的讓我很不理解 就是一般車子 尤其是這種 那麼高檔的車子 如同我剛才講的 你看整個中控台 哇 這個雙質料 縫線包覆 哇 這職人工藝 做得多漂亮 然後你看這一種 霧面烤漆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這種內裝 一般來講 就是 你所有的扭扣 螺絲 照一般的 邏輯來講 一定是隱藏式的 你覺得找不到任何的螺絲 是可以看得到 或摸得到的 至少有個護蓋吧 但是呢 你看 它的扶手 居然兩側 都有一顆外露的螺絲 這個地方呢 真的是讓我覺得很費解 當然呢 你對於這個維修來講 如果說你要拆這個 中控台的話 哇 這螺絲就在這裡 真方便喔 只是說 以這一種 內裝 質料那麼好的車子來講 這個地方的設計呢 還真的讓我匪夷 我們在山路呢 也開了一段 感受一下 這個車子呢 在所謂的 稍微極限駕駛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呢 也看了它的內裝 這個 質感非常好 只是有一兩點呢 我覺得比較 不太理解的地方 那接下來呢 我想 這是今天試駕的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呢 這個200 NA 它這個引擎呢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構 那是不是呢 也是依循著 這個車子盡量在動力上 讓大家熟悉化 取得跟持有的成本降低 是不是這樣的邏輯 來做這個引擎 來做這個引擎 那我們待會 到這個車場 去看一下這個引擎 那一方面 當然呢 也要把它 好 講到車子的尺碼 就像龐德家裡頭 養的這一隻 邊境牧羊犬是一樣的 這個公認全球最聰明的這個 邊境牧羊犬 它其實它的體型 當然有一些可能比較大 有些比較小 但是呢 在它的體型範圍之內呢 其實呢 並不算真的非常大的狗 像黃金獵犬 或拉布拉多 那就非常大 非常大一隻 那它就是比這種大型犬 再小一些 但是呢 它又比這種更小的 中小型犬 你說柴犬啊 這類的 要再大一些 這種就是屬於 再大一點 又太大了 再小一點 好像又太小了 這種尺碼剛剛好呢 我想應該就是 這一種車 尤其是在台灣這個市場 因為我們可以回溯到呢 在約末2000 就千幾年過後呢 那個時候呢 其實全球開始吹起 這種所謂的SUV風啊 尤其是LSUV 都很大一台 尺碼非常大 視野很好 然後車身高聳 當然很好油 這是馬力非常 馬力排氣量非常大的 但是呢 一方面大家意識到說 使用率不是很大 常常的是空車 然後呢 油價又開始一直不斷的往上漲 持有成本跟 這個後續成本都很高 所以呢 開始有一個明顯的退燒潮 大家呢 又退回去開轎車 或者是這個 Wagon的車型 不過後來呢 漸漸的 因為我想一方面 油價也下跌了 二方面呢 這個 休前風又漸漸盛起 所以呢 讓大家開始又 慢慢往SUV靠了 但是呢 大家還是沒有辦法忘記 之前呢 對於這種 呃 LSUV的那一種 不管實際上 或心理層面的壓力 所以呢 變成這種 中型的SUV 我想 尺碼剛剛好 就像我家這個 邊境牧羊犬一樣 齁 你想 柴犬好像覺得太小了 不夠威風啊 你真的養到 拉不拉多 黃金獵犬 柴犬 柴犬 你會覺得 哇 那太大了齁 你要再來再去 很不方便 然後呢 吃的多 拉的也多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 如果說我今天 像這個NX200 他來 這種尺碼 載我家那一隻 邊境牧羊犬 等於說是 大小剛剛好的車 載大小剛剛好的狗 嗯 蠻match的 好我們今天把這個NX200呢 開到這個室內來齁 那我們先來好好討論一下 這一顆200 也就是2.0NA這個引擎呢 到底呢 是不是如我講的啊 不僅說他把增壓拿掉了 而且呢 結構上還是屬於呢 一個包括取得 跟持有 都相對簡單的一個好引擎 來我們看一下 來我們打開來看 好我們看到這個引擎的數據上顯示說呢 雙無段可變正式系統 好就是VVTI嘛 然後呢 他的這個噴射系統呢 就是數位噴射 但是呢照理說 如果說是有包括奧圖式 跟阿金森式雙循環 或者是有說 缸內缸外雙噴射 欸等一下 我記得當時呢 這個New Camry出來的時候 當時我就一度也被誤導 以為說呢 他就是缸內噴射 沒有想到看到兩組噴嘴 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雙噴射 缸內缸外雙噴射 所以說我不能因為說呢 他的資料上沒有寫說是 缸內外雙噴射 我就把他認為說 一定是只有單噴射 好在把這個NX200的引擎上蓋掀開之前呢 我想我們先來簡單討論一下好了 就是為什麼呢 在市場上 渦輪引擎已經成為幾乎啊 是進口車的主流了 但是呢 NX卻依然推出NA版的 這怎麼回事 也是一樣一群的 我今天一直講的 就是取得跟持有的低成本 就增壓我們知道嘛 就是呢 在排氣的時候呢 推動 推動一個葉片 比如說這個地方 他就必須是用廢氣推動 被推動輪 然後呢 推動輪呢 再去抽風 把自然的這一個 一大氣壓的氣呢 去增壓 使容積效率加強 講到這邊很簡單啊 那當然就是他這樣比較夠力嘛 但是呢 大家看到 像這個呢 他是排氣氣管直接推他 所以整顆啊 你可以想排氣氣管耶 開什麼玩笑 所以溫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 因為他這個排氣跟進氣車同軸 他這一顆渦輪增壓器 排氣跟進氣 這兩個蝸牛啊 一定要黏在一起 所以也就是說 你今天進氣車的溫度 被渦輪增壓化之後 這個空氣一定會溫度非常的高 溫度高呢 含氧的密度就不好嘛 所以他要經過什麼 intercooler啊 不管水冷啊 或者是氣冷啊 就要去intercooler 去降低他的溫度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呢 他這一個中間啊 這一個軸承的地方 還有水道跟油道 油就是機油要進去去潤滑 他那個所謂的薄膜軸承 或者是滾針軸承 那水的話呢 就是要去冷卻整顆渦輪增壓器啊 好 所以說到這邊你就知道說 這顆渦輪機本身高溫 高轉 好來我們來看一看 這一個引擎我們看 行路上是說呢 150匹馬力 然後呢 電子噴射 然後進排氣 無段可變正式系統 好給的資料是這樣子 那我們實際上來看好了 好這一個進氣騎管在這個地方 結果我剛才講的六缸意思是一樣的 好 這個呢 進氣側從這邊進來 經過解氣閥 進去呢 騎嘛 分騎嘛 一變四 四管吸進這四缸 那這四缸呢 我們看了齁 這個 騎管上有沒有噴嘴啊 有耶 在這裡耶 一二三四 有四支噴嘴 有四支噴嘴 一二三四 有四支噴嘴分別差在進氣氣管要進到氣缸頭之前 可見呢 缸外噴射是肯定存在的 那缸內有沒有呢 我們繼續看 好一般缸內噴射齁 它一定要從這一個活塞的正中心 好一點點偏位的地方呢 把這一個高壓的油氣噴進去 所以通常位置跟高壓線圈是很靠近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地方 一二三四 四個高壓點火線圈 旁邊並沒有看到任何的並列的噴嘴 好仔細看一下 所以看到這邊我想我們應該已經非常確定了 幾乎可以很肯定的說呢 這顆NX200引擎 它是沒有缸內外雙噴射的 而是只採取了傳統的缸外式噴射 再來的話就是呢 我剛才提到這個D4S 它是有這個所謂的奧圖 跟阿金森雙循環 那其實它是一個模擬啦 就是說當這一個重疊角度 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它幾乎吸進來氣還倒吐一點 讓說一次行程 吐吸做了兩次 模擬一個阿金森的作用 那這個原廠資料並沒有寫 但是呢在實際上看 包括這引擎的兩側 一般這可編鎮實機構 就在兩次有凸起的一個狀況 裡面有齒輪可以這樣轉嘛 那這樣看其實看不太出來 但是呢 如果是有這個機構的話 一般在行路上應該會特別註明啦 所以看到這裡我們應該可以很確定的說呢 NX200不僅是把這個有壽命 或者是這個保養相對有疑慮的 這個部分取消掉 在本身呢 NA的結構上也是採相對於呢 維修後續保養低成本 壽命呢 風險相對比較低的一個引擎 那師傅也是呼應了我今天一直在講的 就是說呢 他可能要讓這些 首次要跨足進口SUV的這些民眾呢 能夠讓心中的疑慮少一些 然後呢要持有跟取得的成本低一些 不拖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中文明字幕提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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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